那么美国司法部门宣布起诉国际足联的高官 并且指控他们涉嫌上亿美元的贪腐 但是很多人也在问 为什么美国要插手这个国际组织的内部事务呢 今晚的媒体观察主持人海涛就要带您一探就近 我们先来欢迎海涛 海涛你好 你好 宇文 是 海涛我们知道我们这两天看到新闻画面 在瑞士有大批的这个美国FBI的探员 穿着FBI的衣服在那搜证 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美国能够在这次能够这样的越洋来办案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来管理国际足联的这个内部的贪腐问题呢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因为很多中国的网民 包括中国的媒体也在问这个问题 但是与此同时呢 中国的媒体 包括美国的专家都解释了这个问题 包括美国司法部 美国FBI 联邦调查局 他们都解释了这个问题 他们认为 美国之所以能到欧洲执法 到瑞士去执法 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这些人涉嫌在美国的领土上 美国的土地上 在美国的金融机构内 他们有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 只要你们在这两个方面和美国有关系 同时你们如果还在金融电讯服务方面 比方说你们的电讯 用了美国所设在美国的服务器等等 这几个方面就足够让美国有权利 有资格去调查你 去起诉你 去逮捕你 是 那么很值得各界来玩味的就是 我们刚刚也看到新闻当中介绍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反应 是 中国的反应也让人觉得很感兴趣 跟我们简单介绍 为什么中俄两国对这一次的这个调查行动 有这么跟外界不同的反应 刚才我们看到了普京总统就是非常生气了 他表情很平静 但是他的语气非常生气 他说你美国不可以把自己的国内法来用到全世界来来执法 这就是你美国是明显的世界警察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但是在中国很很平静 各媒体都理所当然的认为美国这样执法是对的 所以没有引起很大的波澜 与此同时大家有注意的一个关系点是什么呢 在中国习近平主席呢 他还在大力提倡中国的足球梦 那么国际足联这个事件 是不是会影响到中国的足球梦呢 从某种关系上来说也可能会 但是从某种关系上也不会 因为习近平或者是中国的足球官员或者网民 他们会认为打击了国际足联的腐败行为 实际上等于从侧面是促进中国足球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戏击 是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美国 那么很多人也想知道 到底美国紧紧抓住国际足联的这个贪腐的丑闻不放 有没有它的背景或者更深层次的一些原因 有非常深远的一些原因 因为美国和国际足联的这种关系呢 已经好多年了 那么国际足联它成立了111年 这110年当中我们刚才说换了这个78个主席 就是每一个主席要担任十好几年 你这么一算下来 那么美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他们呢 因为美国从这个1990年代的这个 这个很多这个有关在美国国土上 开会的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迹象 他们就特别是美国2012年的这个申办这个世界杯赛 他们失利 这种种原因促使美国方面 特别是司法单位来调查国际足联的这一系列的丑闻 结果最后发展到今天 美国司法部正式出面来起诉他们 而且抓了十几个人 所以美国在这一方面美国具有执法的能力吗 美国这就是说美国为什么是世界警察 他完全有能力 从各方面他都有能力来把你冲 不管天涯海角 像中国的天王行动他没有能力 美国的这种天王行动他实际上就有能力 而且各国也听他的 他一让瑞士办 瑞士马上就办 可中国呢 你让瑞士办 瑞士可能就不听 问题就在这里头 这里头不光是一个双方的法律制度的 一个和不同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种西方的这种司法制度 它大体上是一致的 好的 我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国际足联就在瑞士苏黎世召开会议 要就这个新的主席来进行选举投票 那我们稍后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的查播 我们相信很多在中国的观众朋友 可能也很关注 他们非常关注 在丑闻发生之后 到底今天的选举投票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因为足球的球迷实在是太多了 对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的现场 那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文字内容 还有我们的视频呢 也将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 欢迎您登陆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